他说有关的在中国从这个所谓的都市群落成立 你可以得到多少的经济利益 这个政绩干嘛 政绩是前途无量,是很光明的,是很不错的 即使这个政绩有限,可是也是很不错的 Counties enjoy such a position in productivity from being tied into the Yangtze super region 根据去年在亚太经济期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 这个各个县因为被整合进去 被连接进去到这个所谓长江三角洲这么一个超级的大都会区 因为这样子就享有生产力6%的这种大提升 可是研究人员在其他18个大都会区 就没找到什么这样子的利益 没有找到什么这样子的好处 You might because look at all data 这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些专家和学者 他们所探讨的,所研究的,是老旧的资料 A more recent study published in April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 America 他说事业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所刊登了一份比较近的研究报告 这份研究报告就是支持在中国的这些大都会区 有比较多的比较大的这种知识的外溢效果 就是满的溢出去,传播的效果 当各个城市被高铁连接 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这篇研究报告的 在地研究人员所写的学术报告 当各个城市被高铁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在地研究人员所写的学术报告 然后学术论文的量已值上升级1% 然而持华一论的人有提到 最最最成功的这种都市群落 多半不是政府制造出来的 中国的经济已经现代化了 所以要往集中化走的趋势 已经是不可抗拒了 尤其是在沿海地带 有些城镇专经营电子业 其他的城镇专经营成立业 等等 There is also be much more migration to the coast land to the other regions 而且怎么办 等目前为止 迁往沿海的大都会区的人 也比迁往内地 其他不滨海的大都会区的人还要多 他说,以自然方式,以自然方式一起成长结合的都事情和,尤其是自然方式一起成长结合的都事情和。 在珠江和长江三角的时候,这样的群落,Let have a private prospect,拥有最光明前景,拥有最棒前途的,就是那些在珠江三角以自然方式共同发展而结合的这些都是群落。 Beyond is called the conurbations,the outlook is dimer。 那他现在用另外一个字,conurbations,conurbations就是一个大城市,再加上他邻近的这些城镇跟郊区,看到没有? 除了沿海的这些所谓的大都会区之外,你在这个大都,在沿海大都会区之外,其他地方的大都会区哪办? 看起来,outlook,前景,未来,deemer,就比较暗淡了。 新称套设计算是十九个被指定的都市群落当中,有好几个! 有好幾個似乎啊,根本是不實際啊,是空想的啦 Economic zone, linking landing, a poor provincial capital to high core, a poor highland island, somewhere is likely to amount too much 這樣一個經濟區啊,不可能會有多少效果的啦 什麼經濟區? Linking,好像兩個字嘛,which links 這個經濟區啊,把南安明跟海口連在一起 那南安明怎麼辦?就是一個很貧窮的省會啊,就是很貧窮的廣西省的省都啊 那海口呢?就是海南島的港口嘛 然後呢,some five hundred km and a ferry crossing away 海口距離南印也五百公里遠 海口還要搭渡輪耶 因為各個全都還去了嘛 The propositional state in the middle of the villages of the young ones which is a territory larger than Poland is too expensive to make sense 看到沒有,他說啊 你意中的,你意好的,在楊子江中游 你意好的,在長江中游的那個所謂的都市情諾 就我們地圖上有寫的嘛 就是那個武漢長沙跟那個武漢長沙 武漢長沙跟南昌嘛 你看那麼大,看到沒有 他說啊,長江中游的這個已經被人家提議的這個大度外區啊 幹嘛?它是一個比波蘭這個國家 土地還要大的一個地區耶 啊這樣一個cluster幹嘛? 範圍太大了啦 以至於等了 too expensive to make sense 範圍太大,大大了 大家是說不通啦,沒有道理啦 即使在沿海那幾個所謂的前途光明的 未來前途很不錯的這些所謂的沿海的大度外區啊 政府的方案啊 有可能怎麼辦?有可能是什麼? 反而讓生產力降低的啦 Benefit benefit from Stephen Sampo-based universities Benefit to all citizens in the Ging-Chin-Chin 他說 這個如果啊,北京啊 在北京市的醫學大學跟公司航號啊 遷移到所謂的Ging-Chin-Chin 大度外區的其他城市 譬如說這個天津啊,石家莊啊,雄安新區啊 你從這個牽移大學跟公司航號啊 北京也是可以獲利啊,有好處 但習近平的President has decided that an entirely new city 雄安 should create some 100km of Km away 不怎麼辦? 但是國家主席習近平了吧 已經決定了嘛 決定一個完完全全新的城市 就是雄安,幹嘛? 要在100km以外的地方怎麼辦? 創設出來 創設出來 這是太遠了啦 A similar development closer to Beijing would have a better shot of successes 他說 一個類似的開發計劃 兩個字叫,which is closer to Beijing 如果有一個類似雄安新城 這樣一個開發計劃 這個計劃怎麼辦? 他不要離北京一百公里一點嘛 他離近一點嘛 對不對? 離個五十公里、三十公里就好了嘛 幹嘛? A would have a better shot of success 他成功的機會怎麼辦? 就比較高 這個shut 譬如說我們的社會標嘛 對不對? 他用這個敵意 成功的機會比較高了 Let me consider the world trying to lead a deep life acourse the vast super region is more modern 他trying 不懂外地邊 who try 對於那一些 對於那一些 想要在整個非常大的 超級大都會區 過一個有生產力生活的 過一個很不錯生活的人 來講 the main concern 他們主要關切的事情 is more modern 就比較什麼 比較平常 比較這個生活化 一般性 不像這個政府官員 想要什麼開發不開發 國家進步成長什麼 這老一般 在這麼一個大範圍的大都會區 過一個比較棒的日子的人 他們主要擔心的是一個比較日常生活的問題 什麼問題 一的意思 get from it 就是 到底我從北京到天津 北京到雄安 北京到石家庄 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 到底容易不容易啊 the government classified clusters one hour economic zones or two hour economic zones depending on the time it takes to across the cluster by high speed freight 那個 中國政府啊 中國政府把這十九個 所謂的大都會區啊 分類為 一小時經濟區 或是兩小時經濟區 是什麼什麼的地 depending on the time it takes to 是什麼 是搭高鐵 要花多少時間 可以橫跨 整個大都會區 的時間 來決定 叫做 啊 不 one hour 對不起 不是一天 一小時經濟區 兩小時經濟區 他是這樣劃分的 but it won't take longer to get to train station within cities and to travel by train within cities 看到沒有 跟台灣一樣 我從台北 我從新竹到高雄的時間 很可能 很可能就是我從這個 竹北 要想辦法開車到這一個 新竹的高鐵車站 那到高雄的時候怎麼辦啊 還要從高雄的那個 很偏僻的那個高鐵車站 再到這個高雄市去 看到沒有 他說 他說 我們啊 在各個城市之間啊 要抵達火車站 所花的時間啊 比什麼 比我們在都市與都市之間 搭高鐵火車 旅行的時間 還要久啊 嗯 好 谢谢大家